优质办公室人际关系与同事相处的八个心法 心法一,避免在工作的地方创造或加入小圈圈 刚到新公司,难免会有被孤立和被冷落的感觉 但并不代表需要刻意加入某个圈圈里取暖 结党群聚对工作是无益的 反而会延伸出更多负面的问题 心法而不八卦不泄密 不管深处何种植物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难免会有各自的心得 进而生成八卦 忍住不说很难过 但说出来不小心被当事人听到 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不小的影响 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不外乎就是茶水间和洗手间 以防万一,还是避免或从口出 心法三进金钱往来 俗话说,谈钱商感情 请吃饭,请喝饮料 又或者不小心忘记带钱 偶尔一次没关系 但应该避免有大笔金额上的借贷往来 如果借钱的人装傻赖皮 想讨回稿不好弄得不愉快闹翻上法院 双方都不好看 心法四办公室恋情 当爱来临时,党也挡不住 但也如同金钱往来一样 假设相处吵架了 地气压弥漫着整间办公室 老板看了不开心 同事之间也不知道该谁帮谁 因此很多企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还是尽量避免办公室恋情比较好 心法五拿捏距离保持分寸 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零距离 尤其是你还不够了解对方时 太过于防范或是太早交付真心都不是好事 拿捏好适度的距离 慢慢地拉近关系比较妥当 心法六公司切割分明 同侪相处融洽确实能增加生产力 但是如果太过于密切 也是有可能会干扰工作 譬如不相分享薪资福利 比较奖金等需要保密的资讯 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心理不平衡 尽可能避开谈论这些私密话题 心法七以真诚待人 和同事相处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待人真诚 当同事需要你帮忙时 不要落井下石冷眼旁观 当同事不经意冒犯你时 试着原谅他人 不要一直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回去 心法八姑郎傲气 回想自己是不是总是喜欢一个人 在角落位置埋头工作 如果不是时和他人交流 分享意见 以不小心会给同事们留下 没有团队精神的感觉 适时的团队合作 可以增加同事们互动机会 也让工作氛围不会那么沉闷哦 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职场小知识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